我过年的时候和别人过年不太一样 我过年基本上没有什么概念 就我平时昨天做什么今天还做什么 三十晚上我也不抱着了 无数个万家灯火的夜晚 齐大哥都是一个人度过的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 他才执着地热爱着那些健身运动 我现在能做到的 就是不给儿女添麻烦 帮助不了人家什么 然后你就只能做这一点 这就算是你做我的贡献 不给人添麻烦 就算你做贡献了 就这么想 非常特别愿意锻炼身体 这番话顿时让那个冰面上的身影 增加了父爱的厚重感 也让那一摔在红娘心里更加的疼 运动中的齐大哥 能暂时忘记生活中的孤独和寂寞 努力锻炼身体 是现在能给女儿最大的支持 可岁月不饶人 身边有个伴儿才能让远在他乡的女儿 更加的放心 何凤兰56岁 退休金2100元 暂无住房 何大姐住在表姐家 齐大哥建议女方初次见面 就到自己家里来 于是我们把见面地点 定在通话室的一个社区活动室里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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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丹 齐丹 齐大哥 姓何 我叫何姐 您好 坐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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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落座以后 在红娘的庄落下 齐大哥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 那个刚才小男儿已经说了 我欣赏了 然后就是退休 我现在一个人在家里头 退休 我可能最关心的事就是 退休就挣了两千块钱 就这个情况 反正没啥可说 然后 不是 沙丹丹去修的 家里啥情况 然后其他的记忆 暗口啥都忘了 这到开始就吧 就就 我们庄里进去 不知道齐大哥是紧张 还是怕女方建议自己工资低 这一见面只减少了自己的工资 见字清醒 红娘开始为双方逐一介绍 兴趣爱好 生活兴趣等情况 这两个人是没想说话 我没啥可说的 反正这情况你介绍的都很全面了 反正那一下就太全面了 不是 实际就是没有啥态度的情况 基本情况就是这样 再说也没有啥说的 如果有想问的那就是有问被打 问那方面我自己也想不到了 何大姐作为女人 也许会有些矜持 齐大哥呢 显然也不太会聊天 于是红娘提出 让齐大哥展示展示自己的特长爱好 刚才我说了呢 我说大哥那套运动 按那个乒乓球 旁边就是乒乓球室 打下手就要走啊 就在隔壁 可以啊 提到乒乓球啊 齐大哥果然比较赞同 到了球室 表姐为了活跃气氛 首先拿起了球拍 在齐大哥家的时候 齐大哥曾经说过 自己不仅爱打乒乓球 也愿意教别人打 可是这面对不会打球的何大姐 齐大哥却不太主动 为了让二人多交流啊 红娘也参与其中 打打打耳朵 他把这个对 这个对 打开他就对啊 那是一个爱东西 我被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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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打了 这个就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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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就算了 练得不练得了不行了 对 练得不练得了不行了 对对 如果 如果 练不练得了 谢谢大家 啊 自己练得了 如果练得了一次两次 也不练得了 就是从来没有练得了 从来没有练得了